我说各位 能不能精神点 干嘛那一个个垂头丧气的 经理 今年一开年 咱华为就诸事不顺 实在打不起精神 诸事不顺怎么了 看问题不能只看一个方面 困难与机遇并存 好事坏事 那都是不一定的事 聪明的人 就会从困难中看到机遇 把坏事变成好事 怎么把坏事变成好事 你比如说 咱说些猪吧 今年闹猪瘟 回去吧 可你看看人家大明星赵薇 人家就能从困难中看到机遇 专业去香港养猪 启述公司的名叫 猪连闭合 听听 多乐观 与猪相连 不愁赚钱 当然 我倒不是让你们都去养猪 我就是说这个意思 大家要开拓思路 乐观向上走 经理 现在华为这个形势 比猪还严峻 我是说比猪瘟还严峻 实在是乐不起来 你就说 之前那个波兰销售主管 王伟精 是按间谍罪抓起来的 这事不都解决了吗 解决了 什么时候放的人 我们怎么都没听说 谁说放人了 公司已经在第一时间 把这个涉案员工给开除了 开除了 这做得也太绝了吧 哦 我是说 我之前听说 这个王伟精 是中国驻波兰总领馆的 咱们公司也得考虑考虑 跟外交部搞好关系啊 这不能说开就开吧 再说 咱们正想办法捞孟晚舟 可别的员工出事 咱说踢就踢了 这不太好看呢 领馆的人怎么了 在华为 那就是一普通员工 普通员工懂吗 能跟公主一个待遇吗 孟晚舟那是华为公主 懂吗 行了 不说这事了 现在有个更棘手的问题啊 美国正在控告我们 偷取了T-Mobile 测试智能手机机器人的技术机密 那咱到底偷没偷啊 你给我装傻是不 不偷那技术哪来的 你研究给我看看 但是啊 孔子说了 窃书不能算偷 经理 这话是有 但不是孔子说的 是吗 谁说的 是孔一己说的 都姓孔 你叫后人呢 深得孔子一波 对吧 经理啊 这孔一己是小说里的人名 跟孔子没有半毛钱关系 跟孔子没关系吗 管他呢 不管谁说的 反正这话是对的 窃书不能算偷 窃记书呢 也不能算偷 但现在更要命的是 美国正在讨论一个法案 要针对我们华为 也来一个销售禁令 啊 你是说美国不再卖给我们芯片 和其他电子组件了 是啊 所以任总坐不住了 昨天紧急召开了一个 外国记者招待会 他表态说 如果政府要求华为 提供外国客户的信息资料 他肯定会拒绝 啊 任总这不是公开反党吗 啥 是啊 你想 任总是共产党员 要对党绝对忠诚 党让你提供客户信息 你说no 这不是带头反党吗 这你不用担心 任总敢说这话 那肯定跟上头请示过 他说后面不是跟了一句吗 政府从来没有要求 华为提供任何信息资料 这有人信吗 这不就是一姿态吗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 反正爱信不信 但是 咱也不是光有姿态 外交部也在尽力帮助咱们 正在与家国进行各个层面的外交活动 已经从人质外交 上升到了行刑外交 尽显战狼风采 经理 你是说上周大连中院给一个加拿大人叫谢伦伯格判死刑的事 是啊 这事干的漂亮 这谢伦伯格一审被判了15年 用了4年才做出这个判决 这回呢 为了响应人质外交的号召 这回重判 用了两周就判了死刑 看看这多效率 经理 据说这个加拿大人 他既不是卖毒品的 也不是买毒品的 只是个中间环节的经手人 这一审时就说证据不足 所以才迟迟没有判刑 而且律师给他做的是无罪辩护 这可说明证据相当不足 再有呢 就是这个毒品是从中国运到澳洲的 这实际上还没出海关 就在大连给截住了 这要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判15年也太多了 这也就算个犯罪未遂 这要改成死刑 这人命关天 会不会搞错了 你想那么多干嘛 有什么搞错不搞错的 我实话告诉你 这是他倒霉 赶巧了 我们现在从人质外交 上升到行刑外交 不放孟晚舟 我们就合法撕票 他是第一个 后面还有康明凯 四八卧排队等着呢 这个人之外交管用嘛 加拿大是司法独立 你就是把总理特鲁多绑了 也没啥用啊 我觉得吧 还是得从经济入手 咱们不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吗 咱们能不能来个抵制加拿大呀 是第二 不过啊 加拿大第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 贸易总额就占了76% 我们这第二大也就占了4.3% 说白了 多我们这一个不算多 少我们这一个也不算啥 说的也是哈 这从汽车到餐饮 从电器到贸易 确实好像加拿大没什么东西好抵制的 诶 有一个 加拿大鹅牌羽绒一啊 可别说抵制啊 上周北京旗舰店开张 竟然大牌长龙 都卖断货了 看来这老百姓不好忽悠啊 喂 什么 德国总部保不住了 你是说德国也要跟进美国 不仅禁用华为的5G技术 连过去的3G4G网络也要受影响 真要是来个销售禁令 那咱们就跟中兴一样惨了 是啊 还有这个间谍罪 这要真抓起来 华为的高管一个都脱不了干系 我看啊 以后这高管们出差 就有安全问题了 说不定就在第三国被抓 引渡了 就是 这公主都被抓了 这晚周都要沉船了 那咱们算哪根葱啊 咋说咱们也是华为的老人了 也被党奉献十几年了 公司遇到困难 不至于不管咱们吧 唉 为赵党奉献钱 得先问问自己信不信赵 好 我明白 唉 人呢 会没开完呢 他们都想辞职 回去写辞职报告了 辞职 为啥啊 小张说 他在这儿做没有安全感 你小李呢 为啥辞职 小李觉得他自己不姓赵 这有病啊 小王呢 小王说 他要向小燕子学习 下海养猪 唉 唉 你们俩没走 我就是想问问 小燕子养猪那事 您是从哪看的 我想了解一下 他的可行性 唉 唉 对不起啊 同志 我买口罩 这雾霾我简直受不了了 传播信来啊 请出示身份证 啊 身份证 同志 我又不是买刀 又不是买什么敏感的东西 要什么身份证 我说 你这个人也太不与时俱进了吧 现在口罩就是最敏感的东西 知道吗 自己看看说明吧 从即日起 如果有人来你出购买口罩 出登记对方身份证号码和联系电话外 请在第一时间向派出所或社区民警报告 哎呀 这买口罩不仅要实名 还涉嫌违法了 对了 正在讲政治的高度来说 目前口罩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敌人 哎呀 不过 正在我今天心情不错的份上 就不举报你了 你回去吧 可是同志 这木霾实在是太大了 这都十几天了 家里大人小孩都咳嗽着呢 你就偷隆偷隆 卖过几个呗 咳嗽 那是你心灵不够纯净啊 啊 我心灵不够纯净 记得鸡汤大师于丹的名言吗 关上门窗 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屋里 打开空气净化器 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 如果这都没用了 如果这都没用了 就只有靠精神防护 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只要有阳光和氧气 雾霾终将散去 这都是什么呀 这都快被毒死了 还心灵鸡汤呢 同志 你就卖我几个口罩吧 不行啊 上级说了 戴口罩是给国家抹黑 容易被反华势力利用 还是负能量 这戴口罩是负能量 那不戴口罩 喜迎雾霾 才是正能量 昨天还喊着勿往国耻呢 那到底什么是国耻啊 雾霾不让说 口罩不让戴 算不算国耻啊 还讲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这简直 简直是暗无天日啊 说什么呢 敢在这大放厥词 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警察同志 我这是在批判反华敌对势力 制造雾霾 让伟大的祖国暗无天日 伸手不见 行行行 别扁了 你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啊 你刚才的言论 涉嫌扰乱社会秩序 犯了三天罪 来 给我走道 哎哎哎 哎 你误会 我就是想买几个口罩而已 小废话走 哎 还有你啊 有人买口罩 你隐瞒不报 涉嫌包屁啊 这次放了你 下次连你一起抓 走 哎哎哎 其实 让这个国家暗无天日的 主要 还不是五霾 哎呀 谢谢